各位朋友 第一次飛上天的感覺 當然是很開心 飛行也是一個生活態度 未來如果有跳傘 導覽的活動 每個人都可以去接觸飛行這一塊 目前我自己在CPO的階段 那我的術科大概平均是 每週大概三到四堂課不等 每一個教官都有不同的相處方法 那你必須去找到一個 可以一起做一個最好飛行的狀態 大家加油了 以目前來講我帶飛的學員 大概是四到五位 那以帶飛的這個架式來講 一天大概是兩到三班左右 那一週的這個飛行時間 大概會是在二十小時左右 其實以台東這邊來講 它的訓練的地理位置 就相對西班部來講好得比較多 因為它的行情比較沒有那麼繁忙 那這邊的話駐打航設備 不管是目視飛行 儀器飛行 都是算是比較適合訓練的 鑽石飛機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台飛機 它跟大型民航機的流體力學在設計上 其實是比較相近的 很多航空公司的培訓系統 也都是用這一台飛機來做訓練 我們的訓練是所謂航空公司 為導向的訓練 那除了就是基礎的一些像PPL的階段 我們要教會它怎麼樣去落地 那到一季飛行階段的話 我們會訓練所謂航空公司的思想 讓學生去達到進航空公司的目的 對於未來的期許 我相信大家都一樣 希望自己可以進到航空公司 然後飛到航空公司 那尤其是我自己最喜歡的飛機 是787 我很期待就是經過我的努力 然後可以得到航空公司的認可 然後進去飛到我最喜歡的飛機 第一次飛上天的感覺 當然是很開心 尤其是操控在我自己手上 我們在航空公司的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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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已經坐在駕駛上 我必須想的東西是全面性的 這些都是背上你的知識 環境警覺的能力 決策能力 你要更積極的去把它融會關通 應該要怎麼樣針對什麼事情 去做排檢 所以我會覺得飛行 它算是一種生活態度 女生在訓練上的優勢的話 我覺得相對 它是比較細心一點點 你對飛行要非常有熱忱 你才有辦法去克服這些挫折跟難關 最終你才有辦法真正的成為飛行人 所以我飛在上面 我其實是很開心的 現在的飛行其實已經越來越普及了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現在人人都可以去嘗試的一個活動 不管是飛行體驗 甚至像未來如果有跳傘導覽的活動 其實都是可以讓每個人 都可以去接觸飛行這一塊 那非常的有趣 來自從人よし 要是一下 可以 第二iers 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